我的心很難過 我覺得香港今天不是言論自由的嗎 我都會問自己 我很隨意地把這張錶貼寄出來 也是我自己的立場 但我沒有想過反應這麼大 這是我低估了 因為很短短幾分鐘我的Facebook被人落架後 後期我收到很多網上的披擊 我感覺到不開心 我感覺到很意外 還有我感覺到為什麼 我問自己 因為其實我回顧自己 我沒有說過半句任何立場的不時 我自己是想表達我的心意 我覺得我想撐警察 但是後期收到這樣之後 我的心很難過 我覺得為什麼香港今天不是言論自由的嗎 我都會問自己 我覺得警隊是當他在幾件制服的時候 他執行自己職務 那怕他的立場是怎樣 撐不撐政府我不知道 但是居然他們會受到很多 我聽到很多說話 屈辱 黑警 其實我出來撐的是我覺得善良的警察 所以我夠膽出來說 我有擔心 其實我擔心什麼呢 就是我見到很多人評擊之後 可能遭受或者被人弄亂的店 或者其實我見到一些新聞 去打人問心說真 其實我很害怕 就是因為我害怕 所以我想走出來 我想 因為我不想下一個是自己 因為如果我是當事人 我被人打成這樣之後 沒有人去幫我 我覺得世界這樣很無公義 就是因為我見到很多人被人打 所以我更加要站出來 我很希望多些人站出來發表 其實我們是挺不想香港社會是這樣的 還有 我不覺得為什麼想不到 因為我們都是六幾年代的人 我不知為什麼可以 我只是不和你立場一樣 你就來攻擊我 其實生意受到第一次受影響 也有很多人 熟的客人會告訴我 原來你這樣的立場 Sorry 我們不會再過來幫助你 其實我不開心的 我覺得你們可以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和食物是無關係的 但是今天很多市民知道我受了很多網上欺凌之後 原來很多市民他們都會走出來支持我 那我好感動 真的 是來自國內同胞 和很多香港市民好厭的地方 我們都來 我只知道原來不是一個人 和這件事不是孤單 支持老闆娘 其實每一樣的都是有她的支持者 也不是我們做事就要說正義 我們不說政治 我們在你支持這個時候 人家一個小生意 一個女孩子 你都要搞人家 很無良 人家都找一頓眼仔 其實我們這裡經營了51年 我覺得香港 到今天 家大家的關係 每一道的地方已經好像沒有和諧 很多地方會有很多聲音 大家會不開心 但我希望香港回復以前很繁榮 很安定 每人真的找到一碗飯吃的時間